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口碑PTE 我是陆老师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PTE的国内考场 PTE学术英语考试的话在中国大陆地区其实已经开设不少考点 分别在于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重庆等 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每一个考点它的具体位置 以及它们的利语比 PTE的北京考点是在新世纪大厦 也是陪生专属的考点 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北京市海淀首体南路6号 新世纪大厦写字楼11层1153市 它这个就是在首都体育馆的对面 那大家走进之后你们会看到两个楼 一个是办公楼 一个是饭店 我们要去的是办公楼 而不是旁边的新世纪日韩饭店的那个楼 然后交通路线的话推荐有三条 第一个的话就是乘坐地铁二号线 我们到达的是西直门站 到达之后呢是从地铁A出站口出站 然后要转公交车 我们可以转27 87 104 105 106 111 205 347 或者是360 然后到达的是白石桥站 马路的对面就是新世纪饭店了 那么线路二的话我们是乘坐地铁四号线 我们到达的站是国家图书馆站 到达之后呢出站口是从C出站口 然后步行十分钟就到了 那线路三的话我们推荐的是六号或是九号线 然后到达的是白石桥站 我们到达之后是从地铁的B出站口出站 然后步行十分钟即可 PTE北京考点的考场情况 首先在服务方面 考过的学员都表示满意度较高 然后工作人员态度相对来讲比较和暗 那在设备和环境方面 因为它是老考点 所以它设备比较旧 但是考场呢就是周边它交通很便利 北边的话是首都体育馆 然后中关村的高科技园 南边的话就是中国科技院 所以住宿还有包括饮食方面的话 就会比较便捷 那其他的一些tips想要分享的是 首先第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办公楼 所以如果说你遇到早上 就早上或者是晚上的一个高峰期的话 它的电梯会特别拥挤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 然后最好是提前一点到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考场的现在分成的是身份证区还有护照区 那据说护照区它的房子会比较小 但是的话它设备收音效果比较好 你是需要提前去的 因为如果说你去晚的话 就算你排的是护照区 然后它满了 它还是会安排你到这个身份证区的 PTE上海的考点一共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是在亚洲大厦 这个也是陪生的专属考点 它的具体位置是在上海市 黄浦区汉口路650号 亚洲大厦17层1701室 我们推荐的线路的话 一共有三条 第一条的话就乘坐地铁1号线 或是2号线或是8号线 到达的是人民广场 然后到达之后从14出站口 出站之后呢就走向汉口路 然后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那第二条线路 如果说你是乘坐火车 我们同样的要乘坐地铁1号线 然后到达的是人民广场 同样从14出站口 然后走向汉口路步行5分钟 那如果说你是搭乘的是飞机 不管你是在浦东或是红桥 那我们坐的是地铁2号线 然后到达的是人民广场 同样从14出站口 走向汉口路步行5分钟 那个人推荐的话就是2号线 因为2号线的话 它包含了不管是你是坐高铁 包括机场 那基本上都是乘坐2号线 然后到人民广场出站口就好 PD上海亚洲大厦的考场情况 首先在服务方面 工作人员态度的话 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和蔼的 那环境和设备方面 这个考点它是配偶单间 而且隔音效果还不错 设备和设施的话 整体还比较新 而且环境就是还是比较安静的 那第二个的话就交通比较便利 因为它是地处在人民广场的商圈 所以交通啊还有包括饮食方面 是非常非常便利 那比较著名的话 它是有一个来事服商社 它基本上就在后边 所以还是比较容易找 其他的一些tips分享的话 就它的考位很抢手 所以如果说有考试计划的同学 一定要提前进行预约 PD上海考点还有一个是腾飞大厦 它这个也是陪生的专属考点 那具体的地址是在 上海市徐汇区天耀桥路333号 腾飞广场805市 我们的线路推荐的话 一共是两条 第一个如果说你是搭乘火车 那么你乘坐的是四号线 我们到达的是上海体育场站 然后到达之后呢 是从N3出站口 走向天耀桥路 步行五分钟就到 那如果说你是乘坐飞机 如果说你是在浦东机场 那我们搭乘的是二号线 然后呢是到达世纪大道 转四号线 那到达的是上海体育场站 从N3出站口 走向天耀桥路 步行五分钟就到了 那如果说你是红桥机场 那同样的是地铁二号线 但是我们是到中山公园 转四号 然后到达上海体育场站 从N3出站口 走向天耀桥路 步行五分钟 那个人比较推荐的话就是 乘坐地铁四号线 然后到上海体育场站下车 这个比较方便快捷 PTE上海考点腾飞大厦的考场情况 首先在服务方面 兼考老师的态度呢一般 他对那个笔和可插写板控制的会比较严格 考试没有开始之前呢是不可以写的 如果你写了之后 他基本上都会帮你换一个新的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那在设备和环境方面 因为他是老考场 所以设备呢一般 然后考场内大概是十来个位置 其他的一些tips分享 呃他这个位置其实还蛮好找的 就腾飞大厦 因为你过了十字路口之后呢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腾飞大厦的一个标志 那我们看到之后走近就好 PD的广州考场一共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在解态广场 这个同样是陪生的专属考点 他具体的位置是在广州市 越秀区中山六路218-222 解态广场12120 那线路推荐的话一共有三条 首先第一个的话 我们乘坐的是地铁一号线 然后到达西门口站 到达之后呢是C出站口 走向解态广场 其实解态广场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地铁上边 那第二条线路的话是 如果你在广州南站出发 那我们乘坐的是二号线 到达的是公园前站 到达之后呢还要稍微转一下 转一号线 一号线是到了西门口站 到了之后C出站口出站就好 那线路三 如果说我们是在白云机场 那这个要转的就比较多 首先我们搭乘的是三号线 到达的是嘉河望港站 到达之后呢要转二号线 然后二号线到达的是公园前站 然后呢再转一号线 一号线就是到西门口站 然后C出站口就好 那个人推荐的话是地铁一号线 然后直接到西门口站 到了之后C出站口 结态广场就是在地铁西门口站的上方 PD广州结态广场的这个考场情况 首先在服务方面 尖考老师态度呢其实不是很好 就是会相对来讲比较严格 那么在设备和环境方面 设备相对来讲呢也会成就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老考点 但是呢月秀考场它的地理 就地理位置非常非常好 因为它地处中心 然后交通非常便捷 那其他一些tips要分享的是 第一考位是很紧张的 所以我们要提前预约 那第二个就是不少学生反馈的话 在这个考场遇到老题的概率 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PD广州考点一共两个 还有一个是在白云学院 它具体的位置是在广州市白云区 江高镇学院路1号 白云学院四旗楼301室 那具体的线路推荐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如果说咱们坐地铁 那我们坐的是2号线 然后到达的是白云公园站 转522公交车 到达广东白云站下 然后再转523到江高小堂总站 那如果说咱们坐的是公交车 那直接就是坐523到江高小堂总站 记住这一站的话 它是公交的最后一站 我们不要在那个白云学院下 因为白云学院到那个 它真正的学院其实还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记住坐是坐到最后一站 那比较推荐的话就是打车了 因为白云学院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偏 如果说咱们坐公交的话就时间就很难把控 PTE广州白云学院的考场情况 那首先从服务方面 金卡老师态度整体是比较温和的 第二个就是设备和环境 设备方面因为白云学院考点是一个新设的考点 它整体的设备是比较新 那环境方面因为它是在校园内 所以它会比较安静 而且隔音效果比较好 但是就是地理位置实在太偏了 那其他的一些tips分享 有些学员反馈在考场当中有两个座位的收音不是特别好 一个是4号一个是8号 但是有些特别反馈其实还好 所以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测试一下设备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反馈 PD的武汉考点是在湖北大学 它具体的位置是在武汉市武昌区 友谊大道368号 湖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义夫人文楼C单元3022室 推荐的线路一共有三条 第一个我们搭乘的是地铁7号线 然后是直达湖北大学 到达之后呢从1出站口 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考点了 那第二条线路就是如果说我们搭乘的是飞机 那我们坐的是2号线 然后到王家敦站 到达之后呢还要转7号线 同样的到达湖北大学 那线路3 如果说我们是坐火车 那如果是到武昌站的 那就比较方便 同样的7号线 然后到达湖北大学 从1出站口出站就好 那如果是武汉火车站 我们要先坐4号线 然后到达武昌火车站 然后呢再转7号线 同样的到湖北大学 那比较推荐的就是7号线 因为它是直达到湖北大学 然后1出站口就好 PTE武汉考点的考场情况 首先在服务方面 兼考老师态度还是不错的 那设备和环境方面 因为它是一个新考场 所以它的设备 还有包括耳机都是比较新 那考场当中呢 它一共大概十来个位置 考位呢是比较宽敞的 而且隔音效果比较好 因为隔音版的话 其实都有经过特别的处理 那其他的一些tips分享 首先第一个 它武汉考场的话 是一个背对背的考位 每个考位之间的话 都会有隔板进行隔开 然后第二个 学员反馈的话 就是这个考点 它问题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常常会有那个设备的问题 而且呢不少同学反馈在那边考 然后口语的分数会比较低 所以个人是不太推荐 这个考场的 PTE重庆考点是在重庆大学科技学院 具体的地址是在重庆市 沙平坝区虎西大学城东路20号 后德楼二层209市 那推荐的线路一共有三条 第一个 如果说你乘坐是飞机 那我们做到之后呢 是乘坐地铁三号线到两路口 接下来换乘地铁一号线 在大学城站下车 换乘272路公交车 在科技学院站下车就好 线路二 如果你搭乘的是火车 那首先如果是在重庆北站的 我们做到之后呢 是从地铁环路线到沙平大站 然后换乘地铁一号线 在陈家桥站下车 接下来还要换一个公交车 294路 然后在科技学院站下车就好 那如果说你是在重庆西站下车的 那我们要乘坐巴士T1115 所以是T115 然后到西永天街站 接下来换乘的是291公交车 在科技学院站下车就好 那如果说我们乘坐的是地铁 那么就坐地铁一号线 然后在陈家桥站下车 换乘294公交车 在科技学院站下车即可 PTE重庆考点考场情况 首先在服务方面 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设备和环境方面的话 因为它是新考场 所以不管是耳机 还有电脑基本上都比较新 那它整个考场的话 基本上是12个考位 考位之间是有隔板分开的 整体来讲是比较宽敞 那其他一些Tips想要分享的是 第一重庆考场的话 是在19年10月份新开的一个考场 所以其实报名的学员的话 其实不算的特别特别多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那重庆考场之前是只有上午9点的这个考档 所以如果说是外地的学生去 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计划 第三虽然说它的考场整个位置比较宽敞 但是其实考位之间离的还挺近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 就是被他人干扰的一个准备 平常在家里边的话 可以稍微的做一下抗干扰训练 比方说旁边可以开一下新闻 或者说去户外人比较多的地方 比如说公园呢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嘈杂的餐厅 然后去训练一下看干扰能力 好了以上就是PTE国内考场的一些介绍 那通常情况下PTE的考位不会太紧张 但是呢有时候个别月份也会比较紧张 比方说一般学校的开学期前几个月 或者有时候像周末这种的考位就会比较紧张 所以建议大家至少提前一个月以上 进行一个报名 也有不少同学会问说 那介绍了这么多 国内的考场到底哪家最强 如果综合考率来讲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建议北上广 因为他们是老考点 那整体的系统来讲会比较稳定 但是想要建议大家的是 其实每个考点都会有人考高分和考低分 如果说你把你自己的综合实力提上去了 其实去哪个考场考试基本上都差不太多 OK好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那个分享 大家好好加油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也感谢大家关注口碑P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pense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